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說 我們把宗大師神化的話 對我來講是 升起信心是沒有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把他神化的話 就是說宗大師已經是神了 我是我了 這個程度差太多了 那如果把宗大師看到說什麼 他就是跟我一樣的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當然宗大師的姿勢 我比不上 可是宗大師也是透過很多的努力 在一生當中獲得了政見 一生當中的努力 不能說他這就是佛菩薩的視線 而做出來的話 他是很努力而去成就的話呢 我們每每看到他的這個心儀 就會對自己的信心會更為堅固 而不是說好像他就是圓滿了 一開始就什麼都來講的話呢 這比較對我來講升不起信心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時間來講的話 宗大師是在什麼 他是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是1357年誕生 1419元級嗎 所以他在1401年的時候 宗大師去了 我們現在在西藏的話 叫惹真寺嗎 大家有聽過的話 他為什麼這個惹真寺這麼有名 是葛當派的祖師大德 是由宗敦巴大師在那邊親手建立的 和那個祖尊 因為我們也 因為那個佛像早就被毀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多大 可是那一面的祖尊是阿底霞尊者 他說那個祖尊是誰 是由宗敦巴大師自己捏造出來的 所以跟阿底霞尊者的相貌是最為原始 和宗大師每每去看到就覺得說 他那個時候就想要做一個 把他所這幾年的 閉關之後 得到的證件 和他的修行的一種感覺 或者他一個很多做一個總結 一個大的總結什麼 所以他在1401年 和到1402年這個中間 花了一年的時間 寫了佛道慈禮廣論在這個地方 他每一天 他把阿底霞尊者那一尊佛像 請到自己的房間 他每一天起來之後 還沒開始寫作之前 先對阿底霞尊者齊請 他之後再開始寫作的